韩东送暖过好年爱心联谊餐会 11日在全国丽园大饭店举行 邀请县内低收入户、寺庙志工和民间社团等 让弱势团体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度过温馨的农历新年 魏县长感谢县议员顾黄水花 抛砖引玉做爱心 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弱势朋友 让社会更温暖 今天就是在送我们独自老人和家事务 送一个爱心 这个爱心我是做了十五年了 也感谢这些社会国家 大家都是用心、认真 跟我同样 今年很多人做爱心的 我带于家事努力和独自老人 家事努力的好年 他们一家人几乎都投入了社会公益的活动 很有爱心、事业有成 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那在这里也祝今天所有弱势的乡亲 大家要勇敢面对未来 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家庭能够把下一代养育成人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国家、为社会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的力量无穷 希望大家一起发挥爱心 为社会注入一股暖流 让人间处处有温情 打造彰化县成为一个幸福宜居的好城市 公益频道徐世昌、花坛采访报道